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宜宝百年的饼家元香的夏威夷饼 1912年的宜宝的第一家饼家 还有麻婆的Otta Ota 现在我们就去吃给大家看 OK 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试试我们来自麻婆的特产Otta Ota包 跟Otta Ota 还有虾的Otta Ota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虾的Otta Ota 波鲁士的斑蛋 然后这个是原味 这个是煮炭 哇 这个是麻婆 看都很美啊 OK 这样我们就先开始吃啊 麻婆是在我们洛福桌的一个小县 所以我们就先开始吃 讲到Otta Ota一定是麻婆 这是鱼的 这有辣香味啊 可能在椰浆的味道啊 哇 包回的很好 虽然它是冷冻啊 可是它不会讲有腥味啊 很腥 不会 因为里面有椰浆 那里的椰浆的香味很浓郁 OK 然后我们先吃一下 先吃原味 原味啊 大家 放在煲的那种感觉啊 放在煲的那种感觉就更好 因为煲 本身就有人甜甜嘛 然后讲里面的辣还有椰浆的香 看 完美啊 完美啊 天啊 这很美味 嗯 让我们来试试这个虾了 虾的这个呢 比较软的那个呢 口味差不多 可是口感上呢 这个就有虾的那个嚼劲咯 吃了一点那个虾的脆度 可是我本身啊 比较喜欢吃鱼的 因为这个小的 有那个口感啊 感觉上有点 配合 这个好吃 这个来的时候也是冷冻啊 所以我还是这一口 搞得很嚼 OK 来试试煮炭啦 基本上 大中小异啦 只是这个视觉上 黑色看起来比较爽 因为吃一个美食 最重要的是 视觉 味觉 跟听觉嘛 这个白白这样 普通咯 这个黑色看起来是比较爽 摩辣本身啊 嗯 这种包 人家的包什么都好吃了 你知道 OK 这个是坂丹麦啊 这个就 有坂丹的香气 比起坂丹的 这种是好吃的 它包很松啊 里面的包大 又香味又香 鱼的香味又香 算了 嗯 宜宝 第一间饼家 百年老店的 看价招牌饼 下回一边 下回一边 跟两个是 我在上网买的 一个homemade的 一个豆沙饼 豆沙酥 的一个KyaPuff 就是homemade的 来自太平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啦 我们就先来 这个 先吃KyaPuff 好 OK KyaPuff 就是太甜了 因为它的饼皮是那种 不是那种酥皮的 是 全部粘着一口 那种牛肉皮 这样 这个就还好 那我就试试看这个 豆沙的 反正豆沙这个很好吃 它不会太甜 而且还用的 都是直接的酥皮的 那就没意气了 嗯 就真的很好 不错 不错 咱们都指示一下 这种local business 不错 那一道很好吃的 可是 不错 我最喜欢就是 买不同的种饼啊 然后来试试 我不喜欢吃一家包 我看到哪里有 我就买 然后再试试 吃到好吃了 我也不会再买 我只会 再去找更多 更好吃 再找这个百年老天的原相 ok baby ok 我们先开一下 ok 他们的招牌 夏威夷饼 全世界只有一个 又怎么会有夏威夷饼的出现呢 是因为听说老板 做饼给他老婆的时候 他老婆很喜欢吃夏威夷豆 然后他就 放进去这个饼 因为老板是很可以做饼的人 结果他一吃了 ok 哇 老婆就认识了 所以他就拿出来 买一个火的今天 它是 以保为一个百年的 比一个饼家 不会太甜 因为两边的那个 夏威夷豆啊 很香 我喜欢吃这个 只有去这个饼宝饼原相 别的地方一定找不到 可能弄豆沙酥啊 干啥泡花 香槟啊 麻花啊 什么都好啊 每一个店都会有人会做嘛 可是这个啊 只有他们加油咯 guarante的加油咯 ok 测评完了 不知道是否好吃 可是还是不错的 ok 下次还试更多的食物给大家看 ok 拜拜 拜拜 一起去大海洋 大沙漠 做你的宝贝 我知道 你会为我 插上浪费的翅膀